为什么永乐版的北京故宫三大殿 也就我们所说的三大殿1.0版 它能照得如此飘逸 假如说它能照得如此辉煌 是因为在明代初年 是一个权力充分集中的时代 又拥有足够的经济基础 它又拥有足够的管理体制的保障 那么我们的三大殿1.0版 能够如此地飘逸 完全是因为它非常多地 继承了北宋和南宋风范 按照明代万历年间的人的回忆 在万历的初年 已经是明的尾巴了 他们在北京城里的街道上 假如看见有人走路特别地慢 表情特别严肃 特别端着 小朋友就会在边上拍着手叫 说是快来看司马温公来了 就司马光来了 大概是我们这位北宋的著名的 杂纲宰相 他除了小时候杂纲之外 他平时特别严肃 特别道德化 是一个全方位的 特别正式的一个楷模 所以这个梗就一直从宋代 流传到明代的尾巴上 北京城的人看见这样的人 还在叫司马光来了 这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很小的细节 能够告诉我们 就从文化和习俗上 宋风穿到明代是什么样子 而在我们的建筑上面 同样如此 假如我们从一系列的龙的图案来看 从宋到明代初年 到清代中后期的 这个时间段的对比的话 我们能够看得更清楚 这条龙是唐代的 大家可以看到 它有什么特征 头部 绘部特别长 然后这个头部向后 这个中毛 然后一直连续到身体 这个线条特别流畅 头部和身体 整个它是一个完整的整体 没有一个特别大的头 没有一个特别局部过度的顿挫 而是非常完整浑沉的一根线条 它的关键点 一个是头这儿向后 这个中毛 从额头到身体的这个背这儿 一根线很顺畅的过去了 第二个关键点是 胸部这里它要盘绕成一个块 它的上半截身子 下半截身子盘绕成一个块 第三个特点是 到了腰部那儿 可以发生一次三维的转换 我可以扭过来 然后它的两个爪子 前头那个爪子 是顺后面那个身子发出去的 好像后面那个身子 一使劲伸出一个前爪 后面那个爪子呢 是前头那个身子 向后一使劲发出来的 所以我是叫它后爪顺前身 前爪顺后身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三个要点 说到底其实就是一件事 尽最大的可能 把这条龙身上的线条 拉得流畅起来 把它的势给续足了 然后这幅南宋的云龙图 上面的龙 这个方位不一样 这个姿态不一样 基本的逻辑还是一样的 那么这张龙 它是明代初年的 大同的代王府的照臂 大同有个代王 朱元璋的儿子 朱棣的兄弟 他在大同建一个规模很大的王府 他的门对面也要有个很长的照臂 上面做九条龙 故宫也有九龙比他们怎么规格一样 它那个是蓝颜色为主基调的 这个相对还是克制很多的 比金颜色为基调的第一个档次 那么它上面的这条龙 符合我刚才看的特征 能看出来吗 它这个龙没有过度地突出这个墙面 因为我首先是一面墙 我要由东向西掠过这个代王府的大门的外面 掠过去 我不能够说是在墙上过度凹凸 影响墙本身的表达 所以龙不要突出过多 第二个 它的龙和它背景上的海浪 龙本身的线条 海浪 云纹 火焰 都是一家人 都用同样的逻辑在一起翻腾流动 第三个 它的颜色是用的黄蓝对比色 其实故宫也是这个颜色了 屋顶上的黄色琉璃瓦 那个屋檐下面 那个阴影部位 一段深深的是蓝和绿的冷色调 这是故宫的主色调 尤其在我们说的明代 下头的木头柱子 大部分时候都是纯楠木不上漆的 所以它就是靠这个黄蓝对比色调 构成故宫的色彩主体 一旦加上那个红颜色 处理难度就噔噔噔上去了 绝对不上旁边的 这些资格的颜色 但是我们有点资格的 这个资格的颜色